来看我们的团队为您精选的GC1 Plus 首先中国的换脸APP 最近被怀疑恐怕会让自己的个资被中共掌控 官单位调查发现 最近有一款在台湾年轻族群很流行的去眼 可能发生人脸被其中的中共来建党 而且还有可能会被炸裁等等的不良影响 而另外来看中央银行严达炒会 中房来涉及粮商炒会案的四家外商银行 其中德意志银行台北分行不只被废止新台币远期外汇 以及五本金交割新台币远期外汇交易两项许可 更被勒令停办外汇衍生性的商品 长达两年之久 最后民间的习俗说水象征财 所以过去开春的时候 很多人会拿着水瓶到银行的饮水机来装水 因此台信银行在今年还准备了9888平的发财水 而且表示说发财水是选择及时放在金库当中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替民众祈求大发力士 财运很通 所以地点看起来比较是放对位置才有用 不过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中美两强 它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新的一年有所影响 我们解释经济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CBS拜访拜登的内容 那他很直接就问拜登说 美中关系这么重要 但是为什么你从当选到目前为止 你都还没有打电话给习近平 拜登怎么回呢 他说其实我们跟习近平 也就是美中两强 完全没有理由不通话 只是我现在不是不打给他 我是没空打给他 而且说他过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 曾经跟习近平有24到25个小时的私人会谈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习近平 那接着CBS又问到了 那如果你们真的好 假设你们真的打电话 你们要聊什么 拜登就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聊 而且习近平还说习近平的 拜登还说习近平的骨子里面 没有民主意识 但是我们之间并不能发现冲突 同时他也说 他不会沿用川普总统 当初经营中美的方式 而且接下来会聚焦在国际规则 好 针对这样子的谈话 美联社最近又撰写了报道 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中国马上就呼吁说 我们两个国家赶快修补成原本的关系 不过拜登目前状况 似乎没有这样子的打算 而且他现在似乎无意改变 包含在贸易 在台海 在南海等等的议题 所做出改变 所以换而言 只是当初川普惹到中国的地方 拜登短期之内 是没有要改变的打算 那针对这个状况 中国官媒新华社 在昨天发了四篇报道 主要阐述中美关系的走向 那当中呢 还有提到四个不得 好 我们来看哪四个不得 首先是中美关系大局毁不得 接下来是人心相通之桥拆不得 今天我来继续 党不得 科技交流之路断不得 好 这四篇文章 不过如果呢 美国没有打算修正 中美关系的话 中国还是要持续发挥影响力 纵然他发这个不得 如果美方不理他 其实也没有用 那中国要怎么样继续发挥影响力呢 现在有部分的国家呢 看起来他们好像要积极 做中国的锐气 这些国家当中呢 就包含了立陶宛 爱沙尼亚这几个国家 立陶宛爱沙尼亚 刚刚说了 他们呢 现在拒绝中国邀请参加 十七一峰会 好 这个峰会呢 似乎是中国以经贸合作的名义 要把触角伸进 中欧 另外还有东欧的行动 不过刚刚跟你提到的 这个十七一呢 其实本来在欧洲就有很多争议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欧洲国家很担心 我们如果真的去参加这个峰会 让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话 我们欧洲国家 本来大家是团结在一起的 那会因为呢 中国的介入而被分化 不过如果真的要讨论分化的话 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 最近蛮火红的 私密美国语音社群 软体叫做Claphouse 所以如果呢 你有上社群媒体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呢 一天到晚都有人说 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邀请嘛 那为什么要特别讨论呢 为什么又跟分化有关系呢 这个软体 因为现在还没有受到 中国的言论审查 所以传出呢 其实有很多的中国用户出现 那不仅如此 这个Clubhouse 就像刚刚说的 你必须要邀请才可以加入 所以现在中国很多的网路平台 尤其是网购平台 开始出价了 出价多少 215块到1220块台币 你可以去买个邀请函 那路透社呢 还有记者观察说 其实中 有很多的中文讨论区 你已经可以开始听到 包含新疆居留营 台湾独立 还有香港国安法等等的内容 那你想想看 中国如果在里面 那同时台湾人也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话 那中国人是不是就听到了一些 他们可能本来听不到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有中国人享用呢 专家都分析了 主要呢 我上到这个平台上面 如果我一开始留下文字 你证据就很容易传出去 但是现在只剩下影音 另外还有只剩下声音 所以你证据其实很难传出去 所以对于用户来说 压力是被减小的 不过当然也不要以为你没事 因为现在中国必定在关注这个平台 所以面对现在目前中国势力扩张 而且对内持续的控管 当然现在每个国家都发动了警戒 当中也包含澳洲 澳洲媒体呢 最近有一家中国公司就计划投资391澳币 超过台币8000多亿 要在太平洋的岛国 巴布扬牛几内亚 来建设一座新城市 而由于呢 澳洲本土距离这个新城市 只有一水之隔 所以现在澳洲政府是相当的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到贵州去参访一处空军基地 但是这一回的参访 也罕见的曝光了一架电子作战机 这个电子作战机 其实很难让大家看到 军机里面到底长什么样 但就因为习近平的出访 很多网友认为 这次真的是罕见的曝光 但为什么要曝光呢 网友认为是为了要彰显中国解放军 在电子作战能力上面的这一步 一字排开的机棚 乍看不起眼的四脚螺旋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居然大驾光临 某型特种机是空中信息作战的重要装备 习近平登上该飞机 进入任务舱 查看任务系统 了解特种机工作流程和执行任务情况 原来习近平日前前往贵州 视察一处空军基地 特别前往中国空军引以为傲的最新电子作战机 让内部画面首次曝光 这款高星11号延伸自中国运巴和运走 能在战场上提供关键瞬息 甚至压制敌方的雷达侦搜 正好最近中国网络上又流传一组照片 为在南海区域的牛二郊出现大批船只集结 外界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又找到新的目标 开始武装化建设海岛 中国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在推特上公布一张 美军普林斯顿号巡洋舰的卫星照片 和加油机原地绕圈圈的轨迹图 认为和普林斯顿号组队的美军航母尼米兹号 正在南海附近进行演习 中国大力推动电子作战机 恐怕就是为了加强南海掌控力 三连新闻中午报道